NESA 來 Elsa這邊呢 Alsa其實長得很像巧克力 有沒有人這樣講過 依靈 model嗎 對 就是那個巧克力 沒有 因為你的膚色跟它還蠻接近的 而且是很健康 我跟我說是黑的白心魂 眼有像 白心魂有像 因為眼睛很大 你的朋友對你好好 秋秋老師 妆的部分打算要怎么做呢 想凸显它野性的眉 所以 今天就是要把它打造成性感小野猫 对 是的 那这女人是怎么来凸显它的野性眉 眼妆的部分还有睫毛的部分 梁君老师 那请问一下 要打造成性感小野猫 刚才在你们讨论之下 服装方面要做什么样的装扮 眼妆的部分我们会给她 当然就是像刚才卓卓老师所说的 那服装的部分呢 我想给她一种地中海的那种 阳光带一点点的闷骚的那种感觉 可以尽量说国语吗 就是给她一种就是连身裙 然后也可以放 就是整个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波浪的一个质感 飘逸的感觉 好的 它的粉底或是有点白 不会不会 放心 今天也出动假睫毛了 你有 你习惯戴假睫毛吗 米饭 没有 不习惯啦 所以你平常化妆 也是自己刷自己的睫毛 对啊 因为 就是对啊 那佩俊老师请问一下 她的妆的部分 你打算用什么设施呢 我会选择那个大地色系 然后比较自然一点点 好的 我好期待这头发夹出来会变什么样子 秋秋老师把她的下眼线 Altra的下眼线画出来之后 整个野掉 野了 对不对 来 让我们看一下 你看一下镜头 野了 所以她 秋秋好像看起来 有抓到她的那个神韵的感觉 我觉得还不错 小学老师请问一下 发型的部分呢 发型的部分 因为要配合服装的关系 所以那个 我跟造型师讨论 她是希望她有一点波西米亚风 然后编一点小辫子 因为模特儿本身 她很在意她身高太高的问题 所以我顶部不会给她做太蓬的变化 对 那成功起来的话 可是蛮有趣的 对 看看 他们等于用这种不同的感觉呢 就是做出她的一个style出来 那请问一下 到目前的所有两队的步骤 有什么是让你很疑惑的吗 我现在这样子看 这边的妆我是觉得还不错 Alsa这边的妆 对 因为她没有把她的皮肤 因为她皮肤本身是 有一点巧克力的颜色 是 就是看起来很阳光 很健康 好在她没有跟她擦的 很浅的那个粉底 最怕就是说 你皮肤已经深了 你又擦了浅色的粉底的话 那看起来真的会很奇怪 最怕 化妆上最怕这样子 那至于米饭这边的妆容 目前为止呢 米饭这边 因为米饭它皮肤比较白一点 那我看刚刚他们用这个盖番膏呢 稍微地帮她 因为她脸上可能有一些痘痘 是 帮她遮盖了一下 那 发型有需要看绿吗 我有点紧张 因为我觉得米饭的发型 有一点太厚了 就她原本的发型有点厚 然后那就会感觉更重 那现在看看 志愿把她夹起来 往上翘飞扬 看看她做出来的现场 OK 我刚刚镜头这样看 其实米饭跟何老师长得还蛮像的 因为我们都是 你们没有发现吗 我们都是非常有自信的女性 米饭对不对 她刚刚说她 感觉她的头发有点厚 我就转过去看看她的头发 更厚 我为什么对米饭也很情有独钟 因为我觉得米饭就很像 我年轻时候 我也是这样很中性 那年真的也没有人追 真的 所以那种感受真的 你了 米饭 我了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大改造 我相信你以后会嫁得非常好 我真的很期待她改造完出来 穿洋装的感觉 然后Alsa这边的发型 有一个雏形出来了 今天这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 现场倒数十分钟 Alsa整个形出来了 蛮漂亮的 米饭的妆还蛮淡的 真的耶 其实这样看起来真的比较柔和 等一下 你先给我们看 一边有上的美粉 有没有 尾巴有一点粉红粉红的 其实这样看起来就不一样 其实两边这做起来就不一样 这边就比较柔和一点 这边还是很米饭 米饭不要做那个表情 会把男生吓跑 其实就是她很可爱 志远 你要稍微从正面看一下米饭的发型的线条 跟那个脸型的线条 他的刘海部分有点危险 其实说老实话 志远的这个发型 如果五官跟妆配不好会老掉 志远帮米饭在梳前面刘海的时候 我有疑问 等一下我要仔细看看 邱邱老师我发现你颧骨上面 有帮她撒了亮 那个刷了亮粉 对啊 这样可以让她肌肤看起来更 更健康 然后更狂野美 狂野 狂野都出来了 不止你 不过我讲真的 她今天抓着Alsa的味道 抓得还不错 其实米饭你刚才 不要动 你刚才发呆的样子 漂亮 好美啊 是这样吗 真的 是这样吗 美呆了米饭 再有 真的 你看 有肉 有 有容祖儿的感觉 对 对什么 她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容祖儿 真的 有没有 就是这样 就这样 而且她也是短头发吗 就是这样 好容祖儿 谢谢 有抓到重点了 好 现场倒数六分钟 好想看她们换衣服 感觉 对 好 来 Alsa好了 好了 又换衣服了 现在干嘛 现在干嘛 她让她头发更蓬松一点吧 好 Alsa 拔量很多 拔量超多钱 拔量最多 六字已经跑进去了 你办 要换衣服了 换衣服 好了 好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 有的比很棒 有的 有点看头 有的比吗 我觉得 我觉得三项都有的比吗 服装 发型跟妆 有 都有的比 有 真的好期待 现在胸部小的女孩 如果回到1920年代 一定会很高兴 因为那个时候 就流行比较扁平的胸部 而且穿的内衣 就是要把胸部挤得扁扁的 为什么要挤得这样扁扁的呢 是为了要让这种长串的项链 可以很漂亮地垂挂在她的胸前 我觉得不同的时代 真的是有很不一样的看法 你们觉得呢 对